但是不只漏肚子的照片 他還會趴在地上跟狗狗一樣 後來那個台灣的ポイント 那個姿勢有點糟糕 有一點像那種 SM的那種 男生的Jungo D君 迷糕了 我心中的父親 母親 一回 哈囉大家好 我是傳播弟 身為台灣人 你去過台灣哪些地方旅遊 然後呢 這邊可能有一位日本人朋友 去的地方比你還要多 歡迎我的朋友小林鮮舞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一直以來十三年左右吧 但是多久沒見啊 有點久 正式聊天吃飯 大概超過一年了對不對 咦 應該不只耶 兩三年吧 對啊好久 上次是去拍照對不對 你幫我拍照然後寫一篇 對 對對對 你忘記了 兩年前 好我們 我跟小林認識很久 一開始是我們有去一個 海邊拍你想要去蘭嶼的那個報名的影片 對 哈哈哈 你忘記了 哈哈哈 對那個是第一次 對 他想要應徵那個蘭嶼的島主 對對對對對 沒錯 那你來台灣幾年了 今年就五年 總共五年 滿五年喔 對 這麼久 那你的中文有進步嗎 應該有吧 有吧 你 你現在的那個臉書的文章都自己寫的嗎 對 那個是大概一般一般 我先全部用自己中文寫 然後朋友再開自來 哦 而且你會講台語嗎 台語會耶 你要不要 會講哪些跟大家講一下 你想要 诶 等我一下 你 你想要怎麼來叮咕基 哈哈哈 為什麼要學這種 這個 這是要吵架的吧 聽得懂嗎 聽得懂啊 對對對 你想要怎麼來叮咕基啊 對 就是你想要怎樣來打架 而且是單挑的那一種 對對對 因為 我們外國人就先學那種 不好的話 我知道 因為台灣人很喜歡教 對對對 然後後來在 塞臨部塞臨娘 哈哈哈哈 然後後來 就學這種完整的 對對對 哦 嗯 好用嗎 嗯 用不到吧 有時候 诶 不對 應該說這種聊天的時候 哦 用得到 對對對 生活上用不到啦 嗯 不會 但是聽外國人講這個也蠻可愛的 不然要怎麼來叮咕基 嗯 比較禮貌一點 沒有禮貌啊 你們日本不會這樣講吧 不會不會 對啊 就是台灣才會的啊 日本人感覺就講話都很有禮貌 對啊 那很多人認識小林 是從你是一個攝影作家開始 還有是你參加WTO姐妹會 那你在來台灣之前做什麼工作 在東京的時候 我拍那個日本的藝人明星 咦 攝影師也是拍照 對對對 然後 青空打那個東京skytree 裡面的廣播 水族館在幾樓之類的嗎 對對對 比如說有 因為那個人很多 所以參加小朋友迷路 然後我們用廣播說 誰誰誰迷路了 對對對 誰誰迷路 然後爸爸媽媽麻麻麻你過來 哦 那你可以用日文講一次給大家聽嗎 好想聽哦 可以啊 好 本日は東京skytree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て 好好聽哦 真的很棒 我只聽得懂一句 一樓的那個資訊處 對 一概就是一樓對不對 服務處 對對對 其他都聽不懂 還有傳播地我聽得懂 哈哈哈 因為那個廣播幾乎都是牛酸 對 但是青空打他們的想法是 如果男生講出來的話 因為比較少 所以大家 會注意聽 我當時2012年開幕的時候 就開始 第一個男生 你是第一個男生 對 那你這次發情了新的書叫做 風起台灣 是用什麼樣的角度來做切入 因為之前是比較 用吃的角度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我想做 像自己的名片 我來台灣做什麼 然後裡面是拍 台灣的風景 跟原住民的文化 美食 然後台灣人的故事 四個字題 但是新的 風起台灣 風起台灣是 都是用空拍機拍的台灣 對 我知道你買了空拍機 對 那時候你有過 很貴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那個 那個七波林 七波林 那個看見台灣 看見台灣那個導演 然後看完那個電影完之後 我想到一個目標是 我也有一天想做一個空拍機拍的 你看到的台灣 看到的台灣 然後這個是 這樣 哈哈哈哈 我也 好 這樣 我翻開第一頁就嚇到了 真的很漂亮 這是在宜蘭嗎 三十英尺 這個是宜蘭的山 對呀 好漂亮喔 其實在宜蘭這個秘境 你真的開發了很多 漂亮的風景 像 你取名字的抹茶山 啊 對對對對對 因為我 已經 住台灣四年吧 對 然後 感覺 去過的地方真的 蠻多的 對 比我還多 嗯 應該是 後來 覺得空拍機的照片 就 感覺 感覺不同的美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有一個相機錄的 台灣風景 空拍機 它看到的角度比較寬廣 嗯嗯 就不會只是 人物的一些細節或幹嘛 它比較看到的是就是 整個 你看不見的風景 因為其實你很 蠻少能夠有機會站在這個角度 看台灣的每一個 觀光景點 大概 一年左右 邊去旅行邊拍 這些照片都好漂亮喔 如果喜歡台灣的風景的人 真的可以買這本書看一下 或是你還不夠認識台灣 可以透過小林的眼睛 從他的角度來認識我們這個生長的土地 你最喜歡的地方是哪裡啊 這裡面 蘭嶼 蘭嶼 嗯 你真的很喜歡離島耶 為什麼 對 欸我覺得 最原始的 最原始 的環境 然後 唯一有研究民的文化 道具 然後 嗯 星星很 漂亮 因為那裡沒有光害 對對對 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那一個 一個 很夢幻的地方 你拍的照片都很夢幻啊 我沒有看過台灣有這樣子的景色耶 嗯 這個也蠻特別的 你可以到台灣的觀光局工作了 哈哈哈 行銷台灣 蠻適合 對啊 你就是 哇好多星星喔 雪山 欸 你去的Artisan是哪一個線嗎 彰化 沒有 沒有沒有 嘉義 啊嘉義 啊 剛剛還以為自己很聰明 而且他差點沒有騙 你連石門水庫都拍這麼漂亮 對 桃園水庫 石門 你知道石門水庫還有個什麼意思嗎 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就是 男生的拉鍊那裡叫做石門水庫 不知道 啊你學會了 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有人說你石門水庫沒有關好 就是你的褲子拉鍊沒有拉 啊是啊 對 因為那是 你拉鍊拉下來會排水嘛 尿尿 尿尿就跟水庫放水一樣 啊 哎呀我不知道 你學會了台灣人很愛講這個 日本的是下會的窗口 什麼叫窗口 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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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的下 不不不 下會 是一個人 不不不不 一 將將將將 將將將將 好沒關係那個小林講話我聽不懂應該是正常的 對啊 沒關係 反正就是下會的窗口 對對對 好我們回去再查是什麼字 好 我在上在畫面上給大家知道 可以字幕就回來 可以字幕就回來 因為現場聽不懂就沒關係 那你爸爸媽媽很鼓勵你留在台灣嗎 有 因為他們來過台灣 然後因為我媽媽是歷史的老師 然後他那個311的 那第一章之前我不知道台灣是 你一直從那個世界才知道 對對對 然後因為媽媽說媽媽是歷史的老師 所以他很了解那些 日本時代的那個50年的事情 他知道台灣 對 然後我媽媽說 你去台灣趕台灣人說謝謝一下那種 然後他來台灣的時候 我爸爸跟我說 你現在不用回國 為了台灣你繼續努力 為什麼 算是 還是年輕 還是年輕 有嗎 30歲比我年輕啊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做的事情是 甚至還年輕的時候可以吸收記錄 就多做一些資料的收集 以後年紀大了就可以 可能我重新再寫書就是寫我對台灣的感受 又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對不對 這也是很棒 好那最近就是很熱門的討論話裡就是聊到 世界上最可怕是有其中一件事 我是水瓶座 你就是水瓶座對不對 對 對 你真的很奇怪嗎 我覺得蠻奇怪的 我也蠻奇怪 我也覺得 對因為你自己有寫說 你的奇怪的事情有 襪子的顏色長度不一樣你也不在乎 不在乎 別人會看到 長度不一樣也不在乎 你今天穿的是一樣的嗎 因為今天有活動 所以他就需要真的穿好 對 來看小林他今天穿的是一樣的襪子 一樣吧 一樣的一樣的 一樣的 笑到 今天真的是很努力 努力的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 穿衣服 穿過的衣服換一面就等於是穿新衣服 怎麼會這樣 因為 這個是我覺得蠻道理的 哪裡有道理 而且去旅行的時候很方便 比如說你 旅行的時候可以 第一天我們是這個衣服 對 然後你第二天這個翻過來 因為 今天這邊要沾沾的 然後有可能是 對 事物 對 但是 反過來沒有 反過來就 這邊乾淨 可是外面的 裡面的線會跑出來 看得出來就穿 穿錯啦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心情 抗心情 這就是真的奇怪的地方 媽媽不會念你嗎 他應該不知道這件事情 如果知道的話 應該 他自己 對嘛 應該媽媽都會想說 你為什麼 衣服換一面穿 用不拿去洗 小林說 在台灣待了那麼久 不懂得分辨 阿姨跟阿嬤 啊對 這個 因為 你們好像 沒有固定的那種 年紀的分線 是都是感覺吧 對感覺 一直去朋友的家的時候 他的媽媽做 料 幫我煮料理 然後我跟他說 謝謝阿嬤 阿嬤 阿嬤做的料理很好吃 然後他 他說 他一直大小 但是他後來解釋 應該是他媽媽的年紀不是阿嬤 對啊 因為是他的媽媽 所以 要叫阿姨啊 這個是我阿姨喔 對啊 我以為是比較像結婚的女生都是阿嬤 我以為 應該是 但是我一次後來 嗯 知道那個 大家說 大姐 大姐 聽說大姐是最安全的 對對對 大姐最安全 對 然後我後來跟阿嬤說 欸小姐 他會覺得你不禮貌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 好難喔 對好難喔 不是這種意思的那種感覺 不是不是 好啦台灣就是這方面比較麻煩一點 OK 但小林的怪事就真的很多 例如他拍照也很喜歡漏肚子 沒有 有啊 你很多漏肚子的照片耶 不是不是 那是不小心的嗎 不是故意的 真的嗎 對 譬如說 因為我最近剖的那個照片是 剛好有風 對 然後風就這樣 就吹一個角落起來 好像說 這是什麼特別的穿法 對 不是 這個是 我覺得台灣人的 廣場 台灣人看的地方 乖乖的 但是不只漏肚子的照片 他還會趴在地上 跟狗狗一樣 還有跟躺在鹿 鹿的旁邊 那個照片很奇怪吧 不是不是 我想聊天 這個這個 好好好 因為有狗狗的模範而已 姿勢而已 對 然後 這個是在日本的話 一定 沒什麼感覺 真的嗎 對啊 但台灣人說 欸 這個是什麼姿勢 對 怎麼會 你很喜歡躺在地上跟動物拍照 然後 有貓的 有狗的 還有鹿啊 對 後來那個台灣的朋友說 那個姿勢 就是有一點糟糕 有一點像那種 SM的那種 啊 有一點 台灣有這種意思 沒有這種意思 只是我們 不習慣看到 我覺得你們的想像力太豐富了 真的嗎 嗯 歪歪 很愛歪歪 我只是覺得就是 很可愛 但是 沒有人 這樣子的可愛 哦 原來就是 對對對 所以 對我來說很普通的照片 但是留言裡面有很多說 欸 下面怎麼了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蠻可愛 對 我是覺得蠻可愛的 所以我再次推薦這個 奇怪的小鈴的這本書叫做是什麼 風起台灣 你自己唸一次 風起台灣 風 風 欸對 風起台灣 風起台灣 其實真的我 一直講出來他們聽不懂我的 風起 我知道聽不懂 風起 那你唸這一句 我想從老鷹的背上 哭看全世界發現台灣 好的 中文很棒 字幕拿到你 字幕把我 我會上上去 好希望大家跟小鈴一樣就是多多去認識我們台灣的美跟台灣的好 傳播第一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if you like this video like it and share